哪些症状需要做喉镜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喉姐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要做喉镜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 出现了咽喉的异物 我们有异物 那么咽下去了很难受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喉镜 那么在喉镜检查的同时呢 可以做一个异物的取出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这种咽痛 咽不异物感 或者生死的这种咽喉部的症状 长期的不好转 所谓的长期的不好转呀 就是一个月以上的这种不舒服 持续的存在 我们经过了药物的治疗 以及保守的治疗 它都没有好转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需要借助于喉镜来看看 到底我们咽喉部发生了什么样的病变 是炎症还是长吸肉了 甚至有一些病人可能是不是肿瘤 我们要来排除肿瘤性的病变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那么50岁以上的吸烟的中老年男性 尤其要注意如果出现了咽部异物感 或者是生死牵延不遇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喉性的检查 因为呢我们吸烟的中老年男性啊 是咽喉癌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那早期的他的症状可能仅仅表现为 咽部异物感或者是生死 那么我们查一个喉镜 我们就能清楚了到底是一个炎症 还是肿瘤的情况